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 我是好好 这是一个聊聊电影的频道 分享我觉得这部电影中的看点 与负有意义的部分 当然 如果这部电影有地雷 也会跟大家报告的 希望可以让频道前的朋友 在观影前有个判断参考的依据 首先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100公尺的距离 你能机缅跑到呢? 对一般留言 大概就是十多秒的事情 但对于特殊患者而言 却有可能是遥不可及的距离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一部电影是 100公尺的人生 参加这部电影的试音会 是继逆转人生后的立志电影 本故事改编至西班牙的真人真事 内容是在描述一位得到特殊病情的患者 对抗病魔的立志故事 故事主轴很单纯 就是一位失业有成的主角 拉蒙 他突然无预警的得到多发性硬化症 什么是多发性硬化症呢? 包括肌肉无力 身体不协调 讲话困难 平衡障碍 感觉改变 视觉障碍 忧郁 与严重疲劳的体热疼痛等 就连喝水上厕所都有困难 严重的就跟残肺 没什么分别 那为什么故事要叫做100公尺的人生呢? 医生说这个疾病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未来有可能让他连100公尺都走不到 更悲惨的是 这病情只会不断的恶化 无药可医 唉 当然 没有人想要面对这样的病 拉蒙也曾一度逃避不想面对 但他告诉自己 逃避投降 永远不是我的选项 于是我们主角拉蒙就展开对抗病魔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 他不是用一般的方式来对抗病魔 而是用平常人都做不到 累死人不偿命的铁人三象来对抗 没错 他不但突破100公尺的距离 还挑战了铁人三象 铁人三象耶 什么是铁人三象呢? 首先你要游泳3.8公里 然后再骑脚拉车180公里 最可怕的是 还不能休息哦 还要继续跑42公里的马拉松 大约就是从台北出发 然后花了将近20个小时 到达云林谷坑喝一杯咖啡的这段距离 听到我脚都软了 还喝咖啡咧 啊重点不是咖啡 重点是 为什么他要如此自虐呢? 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呢? 他又会在理想中遭遇到什么样的痛苦难关呢? 这部分感人 热血 又立志的真实故事 就让观众到电影院中感受吧 而故事中的另一个看点就是 铁人不但有三项 当然也有三大先灵支柱咯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剧中出现的支柱 支柱一 他怀孕的老婆 当然 生病的人很痛苦 整病的人也非常不好受 身怀六甲的他必须扛起这个家 家中的大小事 上班赚钱带小孩 还要照顾病人 光想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不 easy 他老婆在他逃避这个病情的时候 也不断的告诉他 你生病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是全家的事 为了这个家 你必须要勇敢面对 老婆的鼓励 与不离不弃的爱 成为拉蒙心灵上的第一大支柱 支柱2 钢铁人 啥?钢铁人 没错 你没听错 就是拯救过无数次世界的钢铁人 钢铁人是拉蒙的心灵上的另一个支柱 他很钦佩钢铁人的精神 东尼斯塔克也是一个身心灵都有问题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弱点 但他穿上钢铁装饰 可以发挥超乎常人的力量 拯救了许多人 所以拉蒙把铁人三象 当成他的钢铁装 他心想 如果他得到这样的病 还可以跑完铁人三象 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了 当然他这样疯狂的构想 也影响了很多人 一般人办不到的 他办到了 多发性硬化症的朋友 不敢想的 他克服了 拉蒙不但突破了心理障碍 找回了自信 也拯救了无数脆弱生病的灵魂 也带给众多饱受疾病之苦的病友们 带来了鼓励与希望 就如同钢铁人拯救了许多人那样伟大 所以钢铁人成为他心灵上的第二大支柱 支柱三 他的岳父 他的岳父是本片中戏份不少于主角的 为什么勒 大学你哪位啊 拉蒙不喜欢他的岳父 他酗酒 酬烟 堕落 十股不化 对他而言就是一位三顶东人 先前有提到老婆大人很忙 没有时间全天照顾拉蒙 于是将老公托给父亲 他父亲以前刚好是位运动员 最可以照顾并且训练拉蒙 挑战铁人三项 有趣的是 他父亲的立场是 你不喜欢我这老头 我还后悔把女儿嫁给你咧 于是 他两人之间不断的摩擦与争吵 拉蒙还被迫到山顶洞人的岳父家中居住 简直就像跟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交绑在一起训练两人三角 那是有多么的痛苦与难受啊 比起病痛的苦 他岳父带给他更大的精神痛苦 让小冰火真的是超级同情他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打开天窗说亮话 也渐渐的明白彼此 渐渐的相互认同 进而他讨厌的岳父 转变成为拉蒙心灵上的第三大子主 其实在面对生命中将不良渔行的命运 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害怕难过是免不了的 有悲观的人当然也有乐观的人 也许有人会像 我就要你好好的中的威尔 因为瘫痪无法接受什么都做不了的自己 也承受不了活得很痛苦的每一天 虽然遇到生命中的爱人 但最后输给了病痛选择了安乐死 而逆转人生中的菲利普 虽然也因为瘫痪而痛苦不已 但他选择面对与接受 并且透过世人看护德里斯的视角 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那我们的主角拉蒙虽然也曾经选择了逃避 但他也决定欣然接受这样的命运 了解这个敌人并且与他共存 最后还想挑战自己生命的极限 不要让自己成为什么事情都无法完成的人 更不要让任何人跟你说 你做不到 好啦最后非常推荐给 想看生命斗士故事的朋友 去看 想看家人亲情之间温暖的朋友 去看 如果想被激励感动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总之这部电影就是 最遥远的不是距离 而是放弃 也许我们有时候会来到人生的低谷 现在困境果足不前 但我们只要不要放弃希望 勇敢的踏出一步 也比待在原地好 不要停止努力 都还是可以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